闺蜜不想结婚 但想要个孩子 又怕对方基因不好 所以让我替他在网上发布重金球子的消息 对男方的身高体重都有严格要求 然而报酬也十分丰厚 消息发布出去后 我用小号查看时 男友突然出现 他指着那串数字感叹 有钱人的世界果然就是不一样 我打去他 你各方面都挺符合的 难不成也想去试试 他笑笑未曾接话 然而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一封自荐信 那人正是我男友 一 重金球子的信息发出去后 我怕有错漏就用小号点开 打算再检查一遍 可还没等我看完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让我来数一下这有几个零 个 十 百 千 千万 我的天 三千万 到最后 周子航的声音骤然把高 他像是激动到不行 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还把我往旁边挤了挤 又盯着电脑屏幕上的 那则重金球子的征集信息 看了好一会儿 乖乖呀 这是哪家大小节信息来潮 花这么多钱就为了生个孩子 听着他的感叹声 我将原本要解释的话 验了回去 怎么 你想去试一下呀 我故意打去 又将目光落到电脑屏幕上 这则信息是我亲自编辑的 球子之人 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慢慢 作为A是首富的女儿 她自出生起 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除了国内的资产 国外她母亲留给她的产业 也价值好几百个亿 不过 她虽然有钱 但父母关系太差 导致她不想结婚 可她偏偏又十分喜欢小孩子 最后不知道是听了谁的建议 又或是看了什么电视剧 就想出了这么一个 主意 她找到我 让我帮忙发布征集信息 替孩子找个优质爸爸 我原本想拒绝来着 但她反手往我口袋里 塞了张支票 说是给我干活的报酬 我当时撇了一眼那数字 拒绝的话没能说出口 回家连夜就开始制作 重金求子的征集令 这不 我刚发到网上 怕有错漏 打算进行最后检查 周子航就回来了 作为和我在一起三年的男朋友 我俩感情稳固 并打算在年末就见家长 来年直接结婚 但严曼曼身份特殊 因为太有钱 不少居心叵测的人 总往她身边凑 所以我俩早有约定 除非我结婚 和男方关系稳固 否则就不能告诉男友 她的存在 所以直到现在 她都不知道 我有这么一个 十分有钱的闺蜜 而她听着我打趣的话 也只是伸手揉了揉我脑袋 瞎说什么呢 我就是感慨一下 就觉得有钱人的世界 着实看不懂 居然愿意花这么多钱 要个孩子 估计钱太多 没处撒吧 对此 我无比赞同并点头 严曼曼的却是钱多到没出用 自我跟她在大学相识 这些年的吃喝拉撒 她不仅全包 还偷偷给我买了两套房 说是要送给我的新婚贺礼 简直毫无人性 周子航也知道我有两套房 但不知道是严曼曼送给我的 之前还打趣过我 说我可能是隐藏的富豪 当时嘻嘻哈哈的 我顺着她的话点头 说自己有一个老粗的金腿能抱 她也笑了笑 还说起两套房子的处置权 又说起她在乡下的妈妈身体不好 所以希望之后我跟她结婚后 能够让她妈妈来成立 两套房 让我妈住一套 应该没问题吧 严曼曼是我的财神爷 跟我在大学相识 也跟我回过家 嘴甜又活泼 我爸妈特喜欢她 每次她一来 都会做不少好吃的给她 到最后闺女闺女的喊着 比对我还亲厚 故而 严曼曼也很喜欢我爸妈 还在我妈妈生日那天 送了她套别墅 是值好几个亿 所以我爸妈 现在住的比我还要好 至于我名下的两套房 其中一套我比较喜欢的 一早就打算用来当婚房 周子航虽然足够上进 但A是寸金寸土 外地人想在这里买下一套房 每个十年二十年的 都很难实现 那时候我也没多想 就觉得反正有两套房子 答应让她妈妈住一套 只要房产证上写着的是我的名字 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严曼曼知道这件事后 又拉着我去了售楼大厅 说要给我挑一套 距离稍远些的房子 还说是距离产生美 不住在一起 这样有效防止婆媳关系的产生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 我又拥有了第三套房 总之她真的非常有钱 所以觉得自己的别墅太大 空旷冷清 就想要个小孩 热闹热闹 至于征集令上的三千万 不过是定金 一旦面试成功 就会和对方以男女朋友的名义相处 在怀上孩子期间 男方吃喝拉撒等一切费用 他都全包 再然后等他生下孩子 还会有额外的报酬给男方 去付留子这一套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为此 我伸手捏了捏周子航的脸 故意打去他 说起来 你还真挺符合这征集令上的条件 就不想去试试 指不定就能被富婆看上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呢 对于我的话 周子航又一次笑了起来 我心里只有你 明年就要结婚了 怎么可能会为这钱而折腰呢 说完 他用力将我报了报 然后又说 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去公司加班 但我电脑出了点问题 公司的电脑又不好用 可能需要借用一下你的电脑 我点点头 并没有多想 就直接将电脑给了他 我会先替你筛掉一部分不合格的 对于孩子他爸 严漫漫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无论是身高体重 又或是其他方面 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我自然对严漫漫的喜欢 有一定了解 就可以提前帮他筛掉一大半 但报酬实在太丰厚 所以不少人哪怕要求不达标 也给我发了信息 说是需要能争取一下 我的任务就是大浪淘金 对此 他回了我一个OK的手势 然后又给我发了一个大红包 我毫不客气地收下 又登陆上账号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至于那上面留的联系方式 是我早八百年就忘记了一个微信号 用了旧手机登录 除了我和阎漫漫外 再无第三个人知道 重金求子的金额太大 征集令发出去不到半个小时 就已经有将近八十多个人加我微信 给我发他们的资料 我挨个点开 看着对方发来的资料 一一挑选 可惜没有一个符合的 忙了两个小时 眼看已经到了凌晨 我刚准备放下手机 打算明天再继续工作时 好友添加那里又跳出了一个新通知 我顺势点开 然后看着那熟悉的头像 瞬间愣在原地 原因无他 只因为这次加我好友的 是周子航 二 看着那熟悉的灰色头像 我一时间有些发愣 或许撞头像了 我在心里嘀咕 可还没等我有进一步动作 好友申请验证那里 又迅速蹦出了好几条消息 你好 我看了你的征集令 我觉得自己可以达到你的所有要求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的话 可以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我将自己的个人资料发给你 如何 连续发了好几条信息 看起来像是很急迫 以电子文档的形式 显得十分庄重 我点开文档的首页 就是来人的基础信息介绍 包括两寸证件照 照片上周子航那张四孝非笑的脸 十分惹眼 这张证件照 还是当初我带他去拍的 他长得很帅气 尤其穿着白衬衫 带着金丝矿边眼镜 四孝非笑时 就有一种莫名的禁欲即视感 我和颜漫漫都挺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生 所以征集令上 在长相描述中 就有偏向禁欲戏 而那封自见信中 周子航说自己母胎单身25年 至今没有谈过恋爱 学历够高 身材体重也无可挑剔 除了原生家庭一般外 但这个并不在条件之内 可以说周子航真挺符合要求的 可惜 颜漫漫三观正 不可能喜欢闺蜜的男朋友 虽然周子航不知道她的存在 但颜漫漫在我谈恋爱的第一时间 就调查过她 确保她为人正太厚 这才放心让我去恋爱 她对周子航无感甚至是不喜 因为周子航的母亲有些难缠 当初她拿着资料来找我 和我说周子航她妈妈是个厉害的 在村子里出了名的泼辣难产 你要是真决定和周子航结婚 以后你这个婆婆 指不定会怎么折磨你 但我也不是吃素的 要是真干假 究竟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颜漫漫也清楚 所以只是提醒我一声 见我并不在意周母 就让周子航入职她名下的一家子公司 这样就能保证周母无法难捏我 因为她儿子的工作 包括她日后住的公寓都和我有关 一旦无理取闹 到时候吃亏的 就只能是她和她儿子 不过周家现在还没人知道这件事 而这一切 也不过是严漫漫担心我被欺负 所以提前做的预防罢了 思绪回笼 我继续看着对话话 末尾她还不忘加上一句 如果你有什么顾虑 或者是不相信我的资料 咱们可以约着在线下见上一件 我对钱无所谓 只是看着你那么喜欢孩子 就想向你提供帮助 我可以保证 我一定是最符合你孩子爸爸的人选 态度很是诚恳 诚恳到我都忍不住想要点头答应 所以我回她 好 明天中午十二点 在天茂大厦一楼 不见不散 明天 是我和周子航的恋爱三周年纪念日 我俩一向重视节日 所以一早就为这天做了不少准备 并且推掉了所有工作 还制定好了明天一整天的出行计划 我倒是想看看 她究竟是不是真的动了心思 想要拿到这笔钱 从而选择背叛我 三 说是去公司加班了一整晚的周子航 一大早便回了家 她似乎一夜没睡 但依旧神采异议 一回来就直奔卧房衣柜 将所有衣服平摊在床上 像是在思考如何搭配 想着昨天晚上的那段聊天内容 我不动声色开口 怎么 直到今天咱们要去约会 一大早就这么隆重 想要搭配衣裳了 听着我打趣的话 周子航拿衣服的手突然一顿 然后抱歉似的看着我 她说 灿灿 我忘记和你说了 公司临时让我去国外出差 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没法推 我待会就得走 所以 所以今天不能陪我 是这个意思吗 我直接打断她的话 指示着她的目光 多少觉得有些可笑 我俩在一起三年 经历了不少事情 可从来没有过争吵 也彼此认定是对方的唯一 可现在看来 我似乎从来没有看透过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 更何况 按照我们的计划 过完年 我们就要结婚了 然而 也慢慢发布的征集令上 最终墨地是生一个孩子 但在此之前 也会有长达三个月的时间 以供彼此磨合 确保不会后悔 这就意味着 会有三个月的恋爱时间 向来不会手软 她点头 语气还是一贯的温柔 等我回来 我会把纪念日补上的 还有礼物 我也不会忘的 紧接着 她又低头仔细挑选衣服 最后选中了一件 我给她买的白衬衫 然后又从抽屉里 拿出了金丝矿边眼镜 去浴室里洗了个澡 浑身上下弄得香喷喷 头发还打了厚厚的发焦 许是怕我怀疑 周子航先一步向我解释 老板说 这次要面对的客户 非常注重一容一表 所以在穿着打扮上 我得花点心思 你能理解我的 对吧 她低头看你眼手表 然后急匆匆往外走 时间差不多了 我得赶紧出发 否则就赶不上飞机了 说吧 她头也不回的 就往外走 而在房门关上的瞬间 我的小号微信 便传来了提示音 点开一看 是周子航给我发了一张自拍照 还有一句话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我就过去见你 见我 我冷笑一声 迅速给阎漫漫 编辑了条信息 然后就起身赶往天茂大厦 四 我给她回信息说好 又去买了杯她喜欢喝的咖啡 结果就这要巧 我遇见了梁月 作为在公司里 和我最不对付的同事 我一见到她 就觉得头疼 哟 前天不是请假 跟男朋友过今天日吗 怎么一个人在商场里逛啊 难不成对方嫌你太黏人 懒得搭理你 梁月一开口就阴阳怪气 可刚说完 目光落在我买的咖啡上 笑容又瞬间收敛 得意什么得意 不就是有个好男朋友 就你这脾气 人家迟早甩了你 我冲她翻了的白眼 三句话不理我男朋友 你究竟是多惦记周子航啊 我一句话 就戳穿了她心底龌龊的想法 梁月恼怒 又瞪了我一眼 你不要胡说 我什么时候惦记你男朋友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 像你这种只知道工作的女强人 一点也不小一温柔 迟早会被男人甩 真的 见面说的三句话 就让我无比讨厌 想当初 我和梁月之间 还算井水不犯河水 虽然知道她脑子有病 所以我也就不搭理 直到有一次 我因为加班 周子航就来接我下班 梁月刚好看见了她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在我面前 各种堂敲侧击 甚至还托人去打听周子航的消息 后来 她只要一看见我 就会各种一样怪 说我太过强硬 留不住男人 最过分的那一次 我熬了几个通宵 做成的企划案 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肯定 结果她转头 就跟其他同事说 我是靠睡上位 我实在忍无可忍 就当着同事的面 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那天 总之 我打心底嫌她烦 所以并不想多说 毕竟今天还有正事要办 她本想继续纠缠 但不知看见了什么 嘴里又嘀咕了句 没人要后 就提着裙摆 匆匆往前跑 刚目送她离开 也慢慢就到了 她穿着一身休闲T恤 手里捏了根冰棍 完全看不出富婆人设 见我看她 她就迅速冲我挥了挥手 灿灿 我来了 她走到我跟前 接过我手里的咖啡 喝了一口后 又开始说 我今天原本想坐地铁出来的 但我家的老头子 非说外面不安全 怕有人绑架我 非要让司机送 结果你说 A球子4FT11 是这交通堵得要死 不然我肯定不会迟到的 听着她的话 我同情地拍了拍她的肩 你爸也是为你好 毕竟你这身份 指不定真有绑匪盯着 想抓你换钱 这倒不是开玩笑 在我和阎漫漫认识的 这几年时间里 她就被绑了三次 其中有一次 我俩逛夜市 走在路上好好的 突然两个麻袋从天降 眼前一黑后 被人拉扯着上了车 接着一拳又一拳杂晕 一觉睡到了天明 还没反应过来 阎漫漫 他爸就带着钱来熟人 我和阎漫漫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医院了 他爸觉得牵连到了我 深感愧疚 就给了我一张支票 上面那数字 让刚毕业的我 直接实现了财富自由 他还一口一个抱歉 我头摇成了波浪鼓 抱着支票 差点流起了口水 总之 由于身份特殊 阎漫漫每次出来 身边都会跟不少人 想要正常逛个街 就让那些保镖乔装打扮 保证不影响他 逛街心情的前提下 保证他的安全 就像现在 虽然他只有一个人 出现在我面前 但我心里很清楚 这一眼扫过去 至少就有五六七八个保镖 隐匿其中 不过 这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直接搂着阎漫漫的胳膊 和他说着周子航的事 阎漫漫虽然有钱 但一点也不交纵 而且情商很高 特别能给人情绪价值 就像现在 我每说一句 他都会回我 他居然是这种人 我靠 什么 还发自拍 我的天 肯定油腻倒不行 帅个毛线啊 我又不是没见过他 真的无鱼死了 灿灿 没关系哈 咱们把他给甩了 待会儿去给他臭骂一顿 之后我再给你介绍好的 眼漫漫一边安慰我 一边掏出手机 行动迅速地让他家管家 给我solo帅哥 不过 他这话才刚说完 我俩就双双愣住 是因为在指定地点等待的周子航 此刻面前站着梁月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尤其是梁月 脸颊有些红 正寒情默默的周子航 周子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他的目光 在梁月身上不断打量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直到这时候 我才意识到 我用小号和周子航 约相见时间地点时 随口编了一下 今天的穿着打扮 结果就是这摇乔 梁月今天穿的裙子背的包 完美符合 我随口编出的人设 我和颜漫漫 互相看了一眼 紧接着 他低头在手机上捣鼓了一下 很快就有一个 一巴挤的大帅哥 拿着两份帽子和口罩 外加两件黑色外套 递给我们后 又顺势隐秘在了人群 我俩乔装打扮 然后悄悄靠近 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 听两个人谈话 你 是你吗 周子航显然把他当成了阎漫漫 不过还是有些迟疑 所以多问了一句 梁月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开口说 难道你还在等别人吗 他冲着周子航笑了笑 接着伸手将头发勾到耳后 像是在娇称 觉得失望了 还是你想说 今天你想和明灿约会 其实一点也不想见到我呢 听着这话 我和阎漫漫不约而同地 发了个白眼 也正因如此 周子航忽然笑了起来 大概就是认定 梁月变是那个重金球子的富婆 他眼眸转了又转 一副了然模样 笑着说 怎么会呢 我今天就是特意来等你的 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真就伤心了 说完 他试探地握住梁月的手 后者没有拒绝 反而羞答答地看着他 再然后 两个人手牵着手 拐去了隔壁酒店 也慢慢瞪大了眼 接着目光落在我脸上 默默竖起了大拇指 五 经此一事 我很确定 周子航劈腿了 不过他弄错了人 以为梁月就是那个 重金球子的富婆 而他的野心也不仅如此 帮着富婆生的孩子 那倒不如得到富婆放心 扯了结婚证 这辈子都不用再奋斗 若是再心狠一些 吞了富婆的财产 以后再去 更加年轻貌美的 所以 按照我对周子航的了解 他认定梁月就是富婆 而后者本就对他有意 纵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也干脆将错就错 至于我 既然知道他是渣男 也就没有必要留恋了 他借口去国外出差 我就干脆装作不知 趁着这个时间 把公寓里所有属于他的东西 全部打包好 在快递员面前 录了视频当证据 将这些东西 全部倒付到他老家 他要脸 老家亲戚一大堆 看热闹的人更多 不怕他不付钱 还得笑呵呵地付钱 将他东西处理完 我每天还是按照 正常轨迹生活和工作 结果没想到 第三天下午 我下班回到家时 就发现公寓的门敞着 冷气嗖嗖地往外冒 诺 这沙发不好看 赶紧给我搬走 这个电视机也不大气 我儿子现在能赚大钱 就应该买更大的 还有这什么破地板 踩两脚还发出声音 也不行 对了 这地台也赶紧给我换了 换那个花开富贵 我刚进来 就看见周母在我的房子里 指指点点 旁边还站着两个工人 正听着他的指令 准备搬我客厅里的东西 见我出现 周母大步走到我跟前 扯了扯我裙子 你这穿的什么玩意 居然露出了小腿 不知道这有伤风话吗 我笑了 伤不伤风话我不知道 但我唯一知道 就是我眼前冒出了个清朝人 而且还死个要脸 把别人家当成自己家 还乐呵呵地指挥上等 你说这种人 有脸这个东西 明菜你 周母被我的话给气到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不断用手俯着胸口 你个小贱蹄子 居然还敢骂我 我儿子现在可是大公司的员工 每个月都能赚不少钱 你以后就是嫁进我家的儿媳妇 要给我和我儿子当牛做马 居然敢给婆婆甩脸子 你爸妈没教你怎么当人吗 这话 着实就有些难听了 所以我也不惯着他 当即撸起袖子 一把将他从沙发上扯到地上 我知道他身子骨好 在老家经常跟人干假 但我每天也都会去健身 所以真要动起手来 他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他摔了个屁蹲 扶着屁股坐在地上 哎呦 旁边请来的工人 有些看不过眼 跟我说 他好歹是你婆婆 就算说话有点难听 你也没必要直接动手 我看着那工人 皮笑肉不笑的 首先 这里是我家 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 跟他儿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其次 他不经我的同意 但人闯进我家里 还弄乱我家的东西 我完全可以报警 最后 婆婆又怎么样 就因为他蛮横无理 年纪又大 我就得让着他吗 天底下可没有这样的道理 听着我的话 那两个工人面面相去 然后默默退到了门口 其中一个还是忍不住说 那还搬东西吗 我笑 你说呢 工人有些着急 探主手说 可我们是按小时出宫 虽然还没开始搬东西 但时间耗在这 钱也是要给的呀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探手 谁找你来的 你找谁要钱啊 周母耍无聊 我不可能付钱的 这里就是我儿子的家 我儿子的家 我笑了 反手掏出手机 将他这副无赖的样子拍下来 然后发往他老家的家庭群 之前都已经决定要结婚 他家亲戚挺多 还有不少小孩 过年的时候 嘻嘻哈拉的群 没想到这时候 居然派上用场 其中一个亲戚 不知道是拉错了 还是怎么的 还把我拉到了 他们村的群里 所以我直接将视频 上传他们村的微信群 然后冲他晃了晃 你要是不想要这个老脸 就继续在这里撒泼 报警了 我是一定会报的 而且我还会把 你在这里的视频 全部都发到你老家群里 我就想看看 等你之后回老家 还有没有脸了 长眼道 人要皮 树要脸 之前我赶嫁给周子航 就是我知道他们 这一家人都要脸 尤其在老家亲戚面前 更是要脸 所以我才说 我能够拿捏他们 就像此刻 周母看着那个 此刻热闹到不行的村群 当即从地上弹射起来 想要冲过来 抢我的手机 不过我早有防备 直接退到了门外 在摄像头的监视下 他不敢轻举妄动 我不管你是 怎么用我家房间钥匙的 但我告诉你 以后你再敢没经过我同意 就用你那个破钥匙 开我家房门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自然 我待会就会找人换索 绝不可能再给这种人 丝毫机会 周母记得火帽三丈 又抢不到我手机 还怕我继续发视频 传到群里 只能忍痛掏出钱包 给了小时费过后 那两个工人离开 他还赖在门口不走 我告诉你 你要跟我儿子结婚 就是我儿媳妇 我们是一家人 就算警察来 那也得认这个礼 绝对没有理由将我赶走的 说吧 他又考虑到我手机 当即搬了个椅子 努力让自己的姿势 看起来切一些 我掏出手机 刚准备拨打110 周子航却突然出现 拉着行李箱 站在门口满眼迷茫 不是 你们在这闹什么呢 六 一见到儿子 刚才还泼辣到不行的周母 一个箭步冲过去 红着眼眶指控我 当初我就跟你说过 这种专心事业的女人 不能要 完全没有嫌弃两母的前置 现代倒好 我作为她的未来婆婆 不过是说了她两句 她居然就把我往外赶 我就没见过 这样泼辣的女人 这话 真给我整笑了 我默默从包里 掏出一个小镜子 照着她说 不用客气 我就让你见见 扯了扯领带 从前那个温柔到不行的人 这时候看我的目光 带了些许不耐烦 明灿 你闹什么呢 她好歹是我妈 生我养我 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你就不知道 帮我一起孝顺她吗 还整天在这里闹闹闹 你不知道 我赚钱养家不容易吗 真的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所以我反手一个大壁斗 她被我打腿靠在门上 震惊了好一会儿 小蹄子 你居然敢打我儿子 周母气到不行 当即就想来打我 我也丝毫不处 一把抓住她手腕 然后使劲用力 我这人有点良心 也有点善心 但不多 对于撒泼打滚 又不知好歹的老人 我向来不会客气 更不会隐忍 严漫漫家有教练 我也跟着学过一段时间 知道怎么捏人很疼 但又不会留下丝毫迹象 甚至去医院里查 也查不出半点痕迹 她痛得哀悠不断 周子航怒到极致 当即破口大骂 明灿 我不知道 你竟然是这么不知道孝顺的女人 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瞎了眼 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 人家能够给我很多的钱 跟你这种穷酸的女人可不一样 既然你不知道孝顺 就赶紧给我滚 好歹在一起多年 说到底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情绪 难过这么多年 自己瞎了眼 没认出身边的 究竟谁人是狗 哦 不对 我这么说 是侮辱了狗 罪过 罪过 我冲她晃晃手机 刚才这么长时间 我可没有丝毫松懈 该拍的视频和音频 也全部都保留备份 甚至已经准备上传孙群 我还翻出了周子航公司的官方邮件 劈腿了 周子航 你说我要是把刚才你说的这番话 发到你们老家的群 还有你们公司 你说说你还有没有脸啊 太要脸的人 这时候就怒到极致 可又顾忌着摄像头 丝毫不敢动 只能咬着牙看我 明灿 你究竟要怎么样 我摇头 我毕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既然你要当渣男 去舔别的女人 我自然也不好 阻止你攀高枝 不过在一起这些年 咱俩感情好的时候 互相买的东西我就不算了 不过去年你说你们老家糟了灾 在我这里借了十万块钱 还有这两年 你住在我公寓里的房租 按照市场价 算好过后转到我卡上 咱们就一拍两散 怎么样 不过他认错了人 抱错了大腿 以后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那可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这么善解人意 还知进退 周子航感动到差点哭了起来 手抖到不行 但还是咬着牙把钱转给了我 最后他一手托着行李箱 一手牵着他妈 走时还不忘放狠话 说明灿 我告诉你 我现在的女朋友 可是陆月集团老总的女儿 你敢让我不高兴 我分分钟 让你在这个城市里混不下去 陆月集团 就是再慢慢他爸的其中一家公司 规模也就一般 想着先做起来 之后给阎漫漫练练手 当初那个征集令上 也有隐慧提及 不过 没有人见过陆月集团的千金 因为阎漫漫说 他根本吃不了工作的苦 所以从不来公司 现在看着满脸炫耀的周子航 我就只觉得好笑 是吗 我一脸兴奋 还不忘在他行李箱上踹了一脚 那就等着你报复哦 气 目送他们离开后 我立刻找人换了门锁 包括之前许诺给周母住的那个房子 要是之前给了周子航一份 想着他家的无赖行径 我果断将那栋房子的门锁 也全部换掉 还和小区保安打过招呼 除了我之外 不许给任何人以任何借口 进我家门 做完这一切 我又正常去上下班 不出意外 同样消失了几天 说是有事请假的梁月 回到公司后 就又开始对我阴阳 我就说过 女人不能太要强 不然抓不住男朋友的心 她说这话的声音可不小 阴阳怪气 无语至极 所以我反对她 有一种女人可厉害了 不把心思放到正道上 一天天想着 怎么去抓别人男朋友的心 等抓到手之后 又跑到人家面前炫耀 你说说这种人 哪来的脸啊 是从娘胎里就带出来的 自然脸后圣体 还是生下来就没脸 没脸没皮的 所以只知道叫嚣 骂人的功夫 我也是有学过的 梁月被我这话气到不行 伸手哆哆嗦嗦指着我 对上其他同事八卦的目光后 转身愤愤离开 爸 难得过了几天平静日子 这不 梁月又开始搞事了 公司最近越来越不当人 不仅要求加班 而且还不给加班费 美其名曰 说我们这些人都太年轻 让我们加班是为了锻炼我 谈钱就太伤感 故而 我已经写好了辞职信 也慢慢不想吃工作的苦 他喜欢搞艺术 但公司得要有人管 所以他盯上了我 工资很丰厚 我实在难以拒绝 打算明天给老板 但是今天下班时 周子航来了 不仅来了 还捧离大树鲜艳欲滴的玫瑰 靠在刚买的车旁 韩晴默默地盯着梁月 后者满脸娇羞 这些同事都是见过周子航的 所以见他出现 当即就凑到我身边 笑嘻嘻说 灿灿 你男朋友来接你了哦 此话一出 梁月脸瞬间拉得老长 瞪着那个同事 很狠道 这是我男朋友 我的 我点点头 顺着他话说 梁月就喜欢捡垃圾 这不 我垃圾还没往外丢 他就跟垃圾双向奔赴了呢 同时听着我的话 还有什么不明白 再看向梁月 就一脸深意 还往旁边挪了挪 小声嘀咕 我这人爱干净 不跟喜欢和垃圾玩的人呆在一块 梁月气得吹胡子瞪眼 反身冲我叫嚣 明灿 其实我都知道 你不过就是极度周子航喜欢我 所以才说这些有的没 但我告诉你 我的男朋友 谁也抢不走 我点头 试试试 你口味奇特 专门喜欢捡人不要 保证没人跟你争 他气到有些哽咽 周子航见状走了过来 一把将梁月揽入怀中 转而看向我 灿灿 好歹咱们也好过一场 以前你还算贤良舒德 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尖酸刻薄了 慢点也没我家月月乖巧懂事 小心你再这样下去 没男人要 我冲他笑 是啊 你有男人要 可真要不起呢 阴阳怪气 我也会的 周子航同样被我气到 又往我身边走近了些 许是顾虑到什么 还刻意压低音量 用着只有我们两个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说话 他说 我告诉你 月月已经怀孕了 赶明我们就要去领证 到时候 你再想巴结我 我都不会管你的 要是现在 你还能低下头认个错 我还能看在从前的面子上 赏你两口饭吃 但你要是这么不知好歹 小心我让你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 我一脚踹开它 早就跟你说 我等着呢 就 领没领证的 这我并不知道 回家暗自神伤 周子航在公司里更是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就是未来公司的男主人 对公司的同事指手画脚 就对上司也毫不客气 当初 颜漫漫看在我的面子上 特意对手底下人嘱咐过 让对周子航多帮助一些 所以他的上司 对他向来客气 但现在也忍不下去了 发了好几封邮件给颜漫漫 控诉周子航的恶行 颜漫漫一边画着画 一边将平板丢到我面前 咱俩可是说好的 你替我打理公司 我只当幕后老板 所以这些邮件 你自己看着处理 我点头 然后又拍拍他的肩 我已经离职了 不过明天我第一次上班 估计场面很有趣 要不要去看热闹 他停了画笔 冲我挑挑眉 难掩兴奋 热闹啊 当然得看咯 第二天 陆岳集团空降领导 许多人都在一楼大厅等候 周子航也在其中 我出现时 他眼里有些震惊 但还是冲我笑 怎么 知道害怕了 所以现在过来向我认错 打算讨好我 阎漫漫用手指捅了捅我胳膊 摇摇头 灿啊 我觉得你这眼光 着实有些问题 听着阎漫漫的话 周子航黑了脸 又在他身上扫尸一圈 见他穿着宽松的运动服 也没背包 更没有戴什么昂贵首饰 就认定了他没钱 当即冷哼一声 是明灿请过来帮枪的吧 阎漫漫眼睛瞪大了一瞬 他不太会吵架 当即向我比了个舞 我点头果断开口 周子航 你这哪来的自信 但凡你某些方面 能够跟你的自信 形成正比 这样也会让我觉得 跟你分开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舍的 但是很可惜 在场的人 大多都是工作了好些年 有些话不用说的太明白 也知道其中深意 所以已经有人忍不住 开始憋笑 甚至有的人 目光肆无忌惮的 在他身上把量 从上往下 落至某处 然后无嘴倾向 周子航黑了脸 当即大喊保安 你们怎么做事的 怎么让这两个女人进来 不知道今天老板要过来吗 文言 两个保安面面相去 毕竟在来时 我们就和他们打了仗面 至于唯一认识严漫漫 也知道我要入职的经理 今天一早 就因为有重要客户 所以提前打过招呼 说是可能会来得晚一些 故而 现在在场的人 还真没有认识严漫漫的 保安没有动 周子航又想开口说些什么事 梁月却出现了 他手里拎着饭盒 看见周子航 就迅速冲他挥了挥手 子航 我来给你送饭饭 哦 有点想吐 他刚说完 就看见了我 然后满眼紧僻 站在周子航面前 我说你要不要点脸 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男朋友 你妈没教过别人的东西 不能觊觎吗 我气笑了 当真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我妈妈三观很正 知道别人的男朋友 不能电击 不过你可能比较可怜 不知道这个道理 别人还没分手 就眼巴巴凑上去 当然了 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渣男见女凑在一块 现在还能舔着脸说这些话 实在是厚颜无耻 佩服佩服 你 两月气急 周子航拉着他 瞪了我一眼后 又软声对他说 月月 他就是嫉妒你 才故意说这些有的没的 今天公司空降领导 想来就是你吧 咱们不要和这种没必要的人争论 先去公司 让人知道你是谁 此话一出 两月脸色一僵 咬着唇迟迟未动 显然 两月在这一两个月的相处中 已经知道了周子航认错人 不过还是选择将错就错 甚至还顺利怀上了孩子 但今天 已经是遮掩不下去了 他是领导 也慢慢忍不住笑出声 转而又戳了一下我胳膊 灿啊 你被这种人翘墙脚 我真会笑你一辈子的 说完 他又看着周子航 给出了一句十分诚恳的评价 当然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甚至比起两月 更恶心 周子航气到不行 又拉了拉两月的胳膊 还犹豫什么呢 咱们赶紧回公司 你的办公室都准备好了 之后 你再给我安排一个 我帮你管着 毕竟你现在怀孕了 咱们还已经领了证 以后公司我就替你管 你就在家想想轻浮 怎么样 他说这话时 还故意放高音量 似乎是想让所有人 都知道他是个好男人 但是站在这里的许多女同事 都已经忍不住翻起了白眼 我也不想再多费口舌 所以直接说 少在这里令人设 你真以为大家眼瞎呀 不知道 你就是在明目张胆 惦记别人的钱财 但你动这坏心思之前 能不能搞搞清楚 那个重金球子的富婆 究竟是谁呀 这是个秘密 所以当我说出来后 周子航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了 他眼镜直勾勾盯着我 今天空降的领导是谁呢 是谁 他追问 我伸手指了指自己 他却笑了 你在说什么胡话 你怎么可能是空降的领导 月月才是陆月集团的千金 你没看见这个名字 都有一个月字吗 也慢慢听不下去了 当即打断他的话 大哥 你高考语文不及格吧 这两个字 最多同音是一个字吗 你就扯到一起 我认同地点了点头 周子航此刻却已经有些慌张 不断扯着梁月的手 反复追问 月月 你说 你是不是就是当初在网上发布重金球子的人 还是这家公司老板的女儿 我肯定没有弄错 对吧 梁月笑得有些勉强 抓住他的手 反问道 你爱的究竟是我的钱 还是我这个人 周子航想也不想就回答 我当然是爱你的钱 不是 是爱你的人啊 梁月笑了 眨巴着眼睛凑到他身边 说既然如此 我的身份是什么 难道还重要吗 这话 已经给周子航不少危机感了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 直到王经理走了进来 王总 这两个女人胡搅蛮缠 周子航话还没说完 王总就静止 走到了我和闫漫漫面前 笑呵呵开口 闫小姐 你们来了 办公室已经给明小姐 哦 不 应该称呼为明总 办公室已经给明总准备好了 闫小姐 你要顺势参观一下公司吗 咱们公司醉 打住 闫漫漫按了按脑袋 看样子是觉得头疼 然后把我往前推了推 公司的事情全全交给他 不用跟我说 王总点头 接着又转头看向周子航 还不赶紧过来 和闫小姐和明总道歉 而此刻的周子航 已经僵硬在原地 满眼不可置信 什么 这家公司的千金 不是梁月吗 王总不明所以 你在说什么胡话 陆月集团是闫小姐的 明总是闫小姐亲自委派 今天过来接手公司的 周子航笑了 转而看向梁月 梁月 这不是真的 对吧 梁月不知所措 而我直接拿出了那个备用机 点开了小号微信页面 周子航 这个微信 熟悉吗 他愣住 然后满眼破碎 十 我顺利接管公司 至于周子航 前段时间太嚣张 又觉得自己是未来男主人 竟然还挪用了公款 王总本来就很不满意他 早就收集了许多证据 这时候全都甩了出来 周子航想抓我的手 爱求我原谅他 灿灿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等明年开春就要结婚了 你就当我一时鬼迷心窍 是我错了好不好 你不要报警 你现在当了总裁 肯定很有钱 替我把这笔钱补上好不好 以后我保证会乖乖听话 当你背后的男人 好吗 听着这话 梁月当即就红了眼 一把抓住周子航 忍不住咆哮 周子航 我们前段时间已经领证了 你现在居然敢说这些话 你到底知不知道 领了结婚证就代表着什么 周子航一把甩开他 满眼厌恶 要不是你骗了我 我怎么可能会和灿灿分手 两个人越吵越凶 周母不知为何也赶了过来 看见梁月对他儿子动手 当即撸着袖子加入进去 紧接着 三个人扭打在里面 梁月带来的饭盒里 里面还放水果 为了方便 还有一把水果刀 怒到极致时掏出了水果刀 咆哮道 没有人敢背叛我 说完 他把那把刀捅了出去 周子航当即惨叫一声 儿子爱 周母慌张到不行 伸手用力推开梁月 而他现在才刚怀孕 胎气并不稳 所以这一推 裙子上就开始被鲜血给染红 总之 最后是三个人一起进了医院 据说梁月下手够狠 那一刀捅的位置刚刚好 算是让他今后段子绝孙 还有周母 在医院里撒泼打滚 然后弄坏了医院昂贵器材 梁月也没好到哪里去 拖着流产的身体 和周母大打出手 差点丢了命 最后的最后 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的周子航 因为挪用公款 进了监狱 周母还不上钱 直接跑路 被人抓到后 倒打一顿 家里的房子全都抵押出去 却还不够 亲戚朋友借了一圈 最后干脆摆烂 跑到医院天台上撒泼打滚 结果一个没留神 脚底一划 摔了下去 当场没了性命 而梁月 大庭广众之下 用刀筒伤了人 同样进了监狱 而这场闹剧 至此终结 十一 而我 领着天价工资 开始勤勤恳恳 给阎漫漫打工 碰到工作不忙时 阎漫漫就带我到处玩 至于之前 重金球子的计划 也被他放弃 用他的话说 这种方法 极有可能吸引周子航这种人渣 我怕人家谋财害命 所以 他转头盯上了南大 十二 九月开学季 他陪我去A市大学找人 也是在那一天 他告诉我 他遇见了一个少年 所以打算隐藏身份 然后开聊 从而完成他的球子大计